西南方刚好是好方位 我家是三层透天 我每一层的西南方都要布局 是不是就有三倍的功效 还是只要布局一楼客厅的西南方就好 首先第一个 透天它一个特质是什么 就好的位置它的家层 比方说西南方如果说是习清位 那你一楼二楼三楼西南方都是习清位 那你哪些地方要布局 我觉得你就客观的去判断 你在哪几层楼待的时间会最长 那首先呢 待的最不长的这个楼层 它不一定要布局 举例来说 如果你的这个客房在三楼 那刚好在三楼的西南方 那因为客房既然叫客房 就代表家人不会经常跑进去 那你也不会时不时的跑进去睡觉 那这个地方就不一定要布局 可是如果说二楼是你的主卧房 是你常睡觉的地方 那我就建议你西南方 你可以尝试的在你可接受范围之内 你做适当的一个布局 那如果一楼一楼是客厅 诶客厅那基本上家人都会经过嘛 那你就可以尝试在这一楼 客厅的西南方来布局 那当然有一些客厅的一楼 它是车库 有没有 有啊 很多啊 一楼是车库 车库后面呢 旁边再进来又有一个内玄关 那如果说你一楼的西南方是车库 那这个就不用布局了 因为车库在我的定义上面 它已经算是室外空间了 就不用布局了 感谢观看